大家请看 今天分享大家一个老式油瓶节 花盆提拉节 悬吊节的一个打击方法 首先我们找了一根普通的扇儿 我们将这个对折过来 那么上下形成两个绳圈 这个绳子有点软 我得拿手绷着点 找到这两个绳圈之后呢 我们将末端这块交叉 打两次 一次 两次 翻转两次之后 我们拿起这个扇儿 将这侧的绳头呢 从下方偷过来 那么用手指勾住 这侧呢向下翻动 这么一旋转 旋转过来之后 这样就是一个 瓶口节 花瓶提拉节 悬吊节 就打击完成了 只需要找来物体 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个悬吊节的效果 我们家里边 需要悬吊花瓶 或者是 提拉重物的时候 这个方法非常实用 我们只需要套入其中 双向收紧一条整 那么拉起来的东西 这样的一个悬吊节 就已经打击完成了 调节一下这个高度 大家请看 收立之后 非常的均匀 不关节 不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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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关键